我們看第四點 它現在也會線斷AP長度是6 然後這個A點在X軸上面移動 然後這個AP的終點B點在Y軸上面移動 那這樣當A在手上移動 B在Y軸上移動 P少出來的軌跡是多少 我們現在把這個P點的坐標找出來 那這個向量是它的兩倍 也就是說這個是AP AB是等於多少 等於兩倍的AB 那AB多少 AB是 就是B-A 那B-A的話就是負X 那這是Y 所以P點的坐標多少呢 就等於兩倍的負XY 再加A點的坐標 SS0 所以這樣等多少 這樣是等於那個 X-2X 或X 2Y加0 2Y 那我可以解除 小X跟小Y 等於多少呢 等於負X 2分之1大Y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 要由小XY的關係式 要求出 大X跟大Y的關係 因為 這個點 是大X跟大Y 我要算出大X跟大Y的關係式 那個就是軌跡方式 現在 小X跟小Y有什麼關係 就是長度是等於3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 根號 S平A 加Y平A 是等於3 這個是AB線段 那代表什麼 代表S平A 加Y平A 是等於9 然後把小X代 不代表 小Y代表 所以就能跟到大Y跟大Y的關係 帶進去的話 等於大X平A 加上小Y是2分之1大Y的平A 這個等於9 所以 macht keinen 这是一个拖延,九分之大X平方,加了多三,四九三十六,大万平方等一,我是一个拖延放分次